孤君深入,卡槽有寒冰窟和辣椒,难道是打姜王博士? 这些植物罐是什么意思啊,这么多? 我去,都是好东西啊,哇,好像全是隐藏植物啊,兄弟们 哇,那这下隐藏植物全体出动,连墙下咖啡豆都来了 那卡槽有寒冰窟和辣椒,而且还有发芽给我们变换植物 这不得一把给姜王打败的话,反而显得我差爱了 这开局这么多植物,打一个姜王博士是不是过于简单呢,兄弟们 可惜了,很多隐藏植物砸出来就浪费了 诶,这一关,等等,这一关是不是不掉卡片啊 我怎么看到这些僵尸都掉的阳光啊 哦,我明白了,兄弟们 卡槽里面有发芽,然后僵尸给我们提供阳光 所以这一关我们必须要种发芽,才能拿到更多的植物 那还不简单,一直种发芽就行了呗 反正咱们有原始僵尸葵,而且还有僵尸提供大阳光 即使姜王不是下来突囚的话,我们有应对办法 那就愉快地种发芽就行了,这一关简单 什么情况啊,兄弟们,这变的植物怎么这么差劲呢 这个冰车还把我的元素菇给压了,这个冰车 还行,这个冰车没有压到我们的火龙草 我们得赶紧把植物阵容给做起来啊 趁现在僵尸比较简单对吧,比较弱 待会他放强的僵尸的话 我去,这怎么说来就来啊,怎么开始放巨人僵尸了 这巨人僵尸你别说啊,还有点难搞啊 我们思路没什么输出的 看看怎么说吧,看看出什么球 哎呀,是一个火球刚好一个寒冰箍冻结 哎呀,被火龙草解冻了 不过没关系,咱们的输出好像还是可以 小狗僵尸,别把我的 哦,还是吃掉了 吃掉吃掉吧,反正没啥用 二爷来了,看我给你变一个好东西,二爷解封了我去 不,变个南瓜头你看 哎,刚好吃他的克星 我感觉我的运气要回来了,兄弟们 哎呀,这五路放个黑蛋也就麻烦了 虽然我们五路有黄鱼投手,但是黑蛋也不吃控制,很麻烦啊,兄弟们 这黑蛋也怎么办啊 能不能给我来个高坚果当 保护散布,洗卡啊,兄弟 还有三千多血啊,还有三千七百血啊,怎么办 难道只能浪费一个辣椒吗 将王伯斯下来了,看看能不能等一下 但是我们黄鱼投手会丢啊 算了,炸了吧 哎,还给他炸掉了,还行啊,终于解决了 现在将王伯斯吐火球吧,拜托了 哎,刚好 咱们寒冰箍,来得及保得住 危机是否被我完美化解,一个植物都没有掉,兄弟们 可是这将王伯斯好像是满血状态啊 我的天啊,这一波就更吓人了 两个橄楼僵尸,一个巨人僵尸 丢小狗了,小狗僵尸,给我一个好职 哦,现在是掉羊筐 我还以为是掉卡片了,我还说让他拯救我一下 怎么办怎么办 那真肆确,那真肯定得保这个 巨人僵尸没了 那,那橄楼僵尸怎么办 4路的橄楼僵尸 亚龙炮,加龙炮来了,我去 还有加龙炮,又加龙炮 来,来,整 deinenych 拯救一下 确定了吧 一路这个橄楼僵尸,应该没问题 二路又来一个橄楼僵尸 这个橄楼僵尸,我到时不怕 哇,这个危机,又被我化解了,兄弟们 有希望,有希望 诶 土豆雷 现在姜王博士已经破了一只鞋了 趁他还没有进入狂暴状态 咱们慢慢的把植物阵容给做起来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兄弟们 还是有很大希望的 诶 怎么说 这些小僵尸肯定守不过来 完了 这好像是一路吐球啊兄弟们 这火球寒冰箍来不及了呀 加龙炮已经没了 还是得放啊 咱们狙击手肯定得保住 狙击手是我们唯一的伤害来源啊 我们变得植物太差劲了 你看 又来一个卷形菜 这怎么玩啊 哪怕你多来几个巷子鬼 说真的 我都好想一点 我这个小手僵尸 搞得我现在阳光存不起来 植物阵容也做不起来 这样偷下去不是办法啊兄弟们 看一下姜王博士的血量吧 还有五万九啊 什么情况 还有五万九我的天 平时掉卡片 感觉到姜王博士不难打呀 现在怎么打不动了 才打了两万多血 而且现在阳光也没有怎么办啊 冰车僵尸 这冰车僵尸怎么办呢 能进步打一发 再配上我去两个冰车呀 狙击手相信他可以的 狙击手可以的 二爷来了 这个二爷有点麻烦 二爷有点麻烦 冻结吧 冻结 哎呦 哎呦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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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百八的血量 我去 这组合好像干不掉姜王博士啊兄弟们 应该说是完全打不动啊 你们认为加个什么东西会比较好打呢 前提是不掉卡片 我是猪哥 下期见呗